Hello 兄弟们 今天我们又出来车个房子 之前我们车房子是让土地上的 然后就有人留言说 说我聪明 这种危险的话让土地上 我真的是有点奇怪了 这个房子你觉得危险性很大吗 是不是 肯定是有把握才会让他们搞的 今天这个房子我还是没让他们车 是因为有一个原因 啥子原因呢 我们慢慢往后面看 我们把那个前面那个墙啊 扯了之后写去修条路上去 修上去之后啊 我们先扯那个后面那个墙 因为后面那个墙啊 周围面的啥子障碍物的 随便两个扯 不怕伤到其他东西 我们把那个墙扯了之后啊 挖机要从前面那个底巴 绕过去 你看前面那个底巴上面 放了很多木棒棒啊 这个是东西要点起的 就是怕把别的底巴连蓝了 我们过来了之后啊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墙 这五根竹子 差不多有四根竹子都已经 没伸到泥啊 容易断 所以说啊 我们在扯这个房子是吧 就绕了个圈圈过来 才把扯下来的 房子扯完了之后啊 后面那些火啊 摔黄火啊 土黄火 我们就叫个土地杆 就包括那个切那个面啊 都是他们自己切的 目前看起还是可以 现在在收棉 收这个棉呢 他们收了一会儿 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差一点点啊 反正高低那些把控不好的 这个呀只有我上去 自己来去收一下 这个棉我们收完了之后啊 就把挖机开到下面去啊 收下面那个把子 这个把子啊 是之前田地图啊 都比较泡 我们先把那些多的 比较高的地方 跟它刮一下 把手机走 然后啊 我们再用斗背啊 左右烧 这样啊 会更快一点点啊 捡起来 烧完了之后啊 我们就用铝带 来回地跟它压一压 压完了之后 就漂亮很多了 俗话说得好 一压这倍臭 真的是不错啊